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 其实 你看它旋律是很简单 它吹也是很简单的 旋律很简单 可是这个为什么变成是 Jazz在用的 就是它中间有几个音阶 你要懂的和弦音阶 我再解释一下 像前面 Domidio 7 OK 就在这边 像这个 我以前 我以前刚刚接触的 根本好难弹 我这些哪些音呢 这譜也是没有 那这个回过头来 现在是发和弦 等于说是RE minor minor的音阶 那话又说回来 你假如说今天你小神 像你们都有练D minor OK minor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音 这些音啊 F刚刚讲的是这些音 对不对 F大和弦 对不对 刚刚你们弹了就弹 比如说Dom 就刚刚今天讲 顺便讲 minor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就练到这个音阶 很快的 你知道这些音啊 D minor 比如说D minor 比如说是R R好了 有这些音 然后等于说你这个音啊 F F等D minor是一样的东西啊 就这样爬上去 这几个音 你要首先要知道这几个音 你看我以前的时候 早期你不知道和弦音阶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弹 你根本真的没办法弹 你看人家弹又怎么搞的 怎么音怎么这么多 音到底是哪些音呢 根本不知道 比如说像这个 7 然后一样的道理 那这爬上去就是这些 又是回到这个 总共有几个音间 所以这个Cmina这样 也是一样的这些 你要练这些 然后你知道这些音的之后 就很容易上去 花啊 Dola Reso 那这些也像 Dola Reso Dola Reso OK 都有这些音 La也是 La跟都是一样的东西 V 收和弦 所以这些你要回去 要回去等于说要练 又是刚刚我教的这些 你回去 慢慢慢慢 现在当你们还没练到 小和弦 大和弦 那你大和弦练完之后 再下次再教你们小和弦 那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 我再弹一遍 那这个就是从这边来的 那如果我教的时候都没有差异 那我讲的说都没有差异 反应的话,就很简单的 这就是这样子,就跟小兵刚刚写的一样的音 就没有差异了,那就显不出你的功力来 这个界势就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就这样 再谈一遍,我不差异了 就这样,好吧,同学先回去 先把这个降音调弹出来 然后再去想办法就是查音 那查音